现在实锤了 我这个号是挺黑的 从10月30号开始到现在 一个月卡号能抽到多少成卡呢 先来看看魏国的武将 夏侯敦是我的主力王牌 开荒打架全都指望敦哥的 我这个系列敦哥已经出名了 庞德是第二天送的 不算抽卡的范围之内 在13号抽到了曹仁 可以拆八门金锁镇 针基也是赠送的 12号抽到了余晋 在S1赛季用途不大 最后一个是兵种卡曹纯 然后看一下蜀国 蜀国收获最大的 就是在12号抽到了刘备 这个相当不错 然后24号抽到了徐树 费卡一张 抽到蜀国的武将是最少的 然后是吴国的武将 孙坚是冲六元就送的一个武将 孙策是第一天抽到第一张成卡 21号抽到小桥 作为内政武将 然后是群武将 在2号抽到的许优 现在作为觉醒材料 20号抽到了吕灵奇 算是一个有点用的武将 那么算下来 总体就是 月卡号一个月抽到的 这些武将就这些了 这个月还剩三天 希望最后的三天还能出一个橙色的武将 策划能给个有点用的武将吗 战法方面相比于武将就差远了 没有一个S级的战法 A级的有用的几个战法 强攻 不如使命 欲敌屏障弯弓弓鲁莽 手起刀落 还有一个最有用的 作手孤城 还记得我当初祈祷抽到审配吗 现在的主力队伍是刘备下侯敦 孙策组成了骑兵队伍 第二支队伍就是吕灵奇 朱骏和沙摩科组成了工兵队伍 我这两个队伍打打杂牌队伍还是可以 但是要打国家队以及主流的队伍 基本上打不赢 可以说这个号除了刘备和夏侯敦 其他的武将都差远了 那么再说说四七夭夭服现在的局势 山东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 攻城掠地 西梁现在已经被打得节节败退 而京楚这方面由于瓦解分散 现在活跃的人数已经寥寥无几了 在我的主城附近 在前三天 大家还都是城连城摆出防御阵容 从昨天开始 已经有好几个玩家退盟 曾经一起携手战斗的小伙伴 转眼间变成了对手 就连我的老邻居老白灯也离开了 让人感到不失心底悲凉 虽然我知道这是S1赛季 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 还是有一丝伤感 昨天的视频有好几个粉丝问我是不是要离开4711服了 当初我做这个系列目的就是要重新体验S1赛季 那么现在4711服基本上来说大局已定了 我对于霸业也没有渴望 如果说后面三天能给我一个有用的武将 那么4711服我还会在S2赛季和大家一起奋斗 如果抽不到好的武将 以我现在这些杂牌武将来说 进入S2也是炮灰 我会另选一个服务器 重新S1的一个赛季体验 其实老粉们都知道我擅长的是解说阵容 像这种完整的赛季体验 我还是第一次做 做这个系列难免有许多不足 我希望的是这个赛季体验系列做的能让大家看得开心 有收获 你们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那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后天见